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 贵州从来不缺惊喜 比如村泉崖上的屋边泳池望出去 这个位置配不配得上这场风景 云归高原上观赏一场经验的角度怎么会单一 当你行驶在公路上 一个转弯就能遇到低水滩瀑布的下坠 不如其名 飞珠见义 这里是我在贵州旅居的最后一站 从海边到森林 从瀑布前到云雾里 我旅居在各个城市 放肆自由地穿梭 步履不停的人生 让我没有时间理会飞语流言 又甜又酷地活着 才是我的心情 只甜美的人生太腻 只冷酷的人生太冰 我所追求的是和VIGG甜心项链一样的甜酷主义 要做个怎样的姑娘 才能不辜负这些年 勇敢的 脆弱的 甜美的 稳酷的 当你一直走在路上 远方是无穷的 就是百变的 鸵的